7月14日,于谦老师忽然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自己50多岁了,想换个工作,有可能吗? 而且他还配了一张一匹小矮马,跳过一个石槽的图片,意义跳槽,于谦老师那可是德元社顶梁柱之一,江湖人称于老师捧一切,德元社的粉丝里,喜欢郭德刚的有多少,喜欢于谦的就只会更多,网友戏称于谦为相声皇后,这是极大的在意,郭德刚都不敢自称是相声皇帝,所以这次于谦要跳槽离开,无论是德元社还是相声观众,都感到意外和吃惊,不少粉丝都呼吁郭德刚赶紧出来回应一下,到底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郭德刚和于谦吵架了,那就赶紧和好 千万不要让于谦这么好的演员跑了,但于谦和郭德刚合作几十年,两人的默契程度已经到了不需要台词,还上一个眼神就能懂的地步 所以说于谦老师跟郭德刚老师闹翻了的可能性很小,因为两个人前一阵子还一起出席过活动,关系非常融洽,没听说因为什么事情有分歧 所以于谦老师的这个微博,很有可能是为自己的某个节目或者作品做宣传,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,这也是娱乐圈明星的常用宣传手段,其实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只不过大家对退出德元社这个话题太震惊了,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响 试想一下,当年德元社差点关门大吉的时候,于谦老师都不离不弃,如今德元社形势一片大好,于谦老师有什么理由离开德元社呢?